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 政策不会改变 另外两岸票选年度汉字 转变的转字脱颖而出 相应一提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旺报总编辑王硕中 为我们深入平息 总编辑您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总编辑我们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次对澳门提出依法治理能力 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等四点建议 并指出一国两制 是实现港澳长期繁荣委内的必然要求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习近平的相关谈话 这一次习近平在19号到澳门 是澳门回归15周年 20号才参加澳门回归15周年的大会上 特别提到了要贯持一国两制这样子的谈话 其他非常关键的是 如果听众朋友印象深刻的话 赞中才刚刚告一段落 那从9月到现在 台湾的太阳花协议 3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造成两岸的这个 福贸协议的这个无法签订 那也进一步影响到台湾 在这一次九合一的大选 那两岸 尤其两岸四地 其实都面对了大陆 希望台港澳这部分 能由一国两制来贯彻 未来他对于这三个地方的政策 那特别是台湾 一国两制 其实当时邓小平提出的两制是针对台湾 那希望能够在一国两制 现在港澳能够实践 然后再到台湾 那我们看到在前一段时间 就是在台湾九合一大选之前 习近平接待台湾 统派团体 包括新党的党主席 郁牧民一行 那特别也提到了 这个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一国两制 从80年代 等于是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掌权之后 在对台方针上 大陆就是贯彻了这个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当这一头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一国就是一个中国 那这一中的原则 也是大陆一直以来 极其希望能够在两岸 还有港澳地区 都能够观测的 那这一次战中运动 事实上对于 大陆的这个 一国两制的观测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香港的这个 反对的这个力量 可以让大陆方面体会到 其实香港现在的这个 在回归之后 到现在这个情形 如果听众朋友 印象深刻的话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这个 台湾太阳化学印的时候 那反中的这个情绪 也是到达一定的高度 所以习近平利用 这一次参加澳门的 回归15周年的活动 提出了这个 进一步要贯彻一国两制 也显现中共当局 在这个政策上 他是绝不动摇的 是 总编 这次习近平也跟 香港行政特举长官 梁振英会面 他对香港的战中 也是强调这个原则 也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表态 对 那也可以看出来 那不单纯 在澳门这样提出 其实一国两制在澳门 在大陆方面的看法来讲 在港澳地区来讲的话 澳门算是执行的比较好的 相对的澳门的反对声音 也比较少的 当然跟这几年 澳门的经济不断的改善 再加上在99年 这个回归之后 0203年 这个赌牌开放 澳门经济快速增长 澳门已经成为 全亚洲人均所的 最高的地方 大概有8万多美元 那澳门的 对于这个 一国两制的贯彻 也象征中共的 这个经典的这个招牌 象征大陆在 一国两制政策上的 经典招牌 所以在澳门 提出这样子的呼吁 也显现 这个大陆方面 在一国两制政策上 在未来 对港 对台的意义 非常明显 当在短的目标 它是要对香港 从长线目标 当然它目标 还是对准台湾的 不过只是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 这个市场 实在是非常小 甚至在台湾 真的没有什么市场 那它怎么样去包装 这一国两制 在未来 这个对台政策上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观察 是 我们另外来关心 就是台湾在 九合一选后 两岸关系发展 而大陆国台办 发言人范利欺 在上周表示 大陆推动两岸关系 合一发展的方针政策 是不会改变 您怎么样看 上周国台办 在台湾九合一选后的 一些相关谈话 我们看到 在九合一选举之后 国民党只剩下 台湾五个县市 还有外岛的一个县市 那整个县市 国民党只掌握了 六个县市 民党掌握了 十三个县市 那从目前看来 这个民党在 16年的这个选举上 很明显的 有领先的这个趋势 而且在民意的 未来在一年多 要做大幅的调整 难度也非常高 那在这种大环境下 中国大陆在 未来在对台政策上 他必然面对到 怎么样要去 这一年多 做一些因应的 这个调整 那当然这一头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因为绝大部分 民党的重要的县市 都是民党执政 那国民党的重要县市 只剩下一个新北市 那在这种情形下 大陆跟台湾的 这个过去 马政府上任以来 积极推动的 尤其大陆这方面 投入很大心力的 这个地方的这个互动 地方对地方的互动 马上面临了挑战 那过去 这个指标性的 这个台北市 现在马上面对问题 所以在选前和选后 我们特别观察 选前国内办 也在思路的场合 表达了 对于九二共识 这样子的一个 尤其是跟地方交流 也要看地方 是不是能够 就是能够 这个承认九二共识 那大陆方面 也展现他坚持 九二共识的 这个贯彻的决心 那以这一次 国内办结会 再进一步的强调 也可以看出 在未来 两岸的这个地方交流 在未来一年多 那可能会面对 很大的挑战 那这一头也包括了 即使 未来2016年 国民党继续执政 但是这个地方执政 一次要四年 那 那大陆要做 怎么调整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民进党本身 要做什么让步 或者大陆 要做什么让步 民进党要做什么调整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 积极观察的 这个面向 也就是说 这一次九合一大选 这样子的结果 对两岸关系 其实造成了 很大的冲击 这里冲击的部分 包括大陆方面 现在在九二共识的 如果持续这样坚持的话 地方交流 是不是也要停掉了 那中央是因为 大陆不承认 不承认中华民国 那所以它的中央交流 它可以适度的 这个做闪躲 但是地方交流 一直在持续的 但是现在 绝大部分的地方的 县市的首长 都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 这个在党纲中 就是有台独的党纲 那民进党不做动读 或其他的让步的话 那大陆会不会跟民进党 这些县市来交流 现在我们都可以 值得观察 以目前看来 两岸关系 事实上面临 新的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 还包括了 民进党会不会 做一些调整 我们看到民进党 一些大佬 最近也提出 包括一些 美岛系的大佬 或者是谢长廷的 这个系统的人 都提出来 在两岸关系上 民进党要做一个 让人放心的政党 也有助16年的 取得中央政权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可以看出 民共之间的互动 是未来一年多的 一个好戏 后续发展 我们持续来关注 刚刚总编也提到 这个转折点 有两岸多家媒体 共同主办年度汉字 票选活动 结果之前揭晓 这个转折点的转字 获得最高票 总编您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这个转字脱颖而出的原有 跟它所代表意义何在呢 这是我们跟大陆的媒体 合办的 这个两岸汉字间的选拔 那今年我们选出了 这个转折的转 其实我们从08年开始 我们都有选一些 都续续选一些 就是年度汉字 它都代表当年的一些 或者是说整个大环境 大家所认同的一个 适合的汉字 来表达这一年 那我们看到08年 08年我们选出了地震的震 因为2008年四川大地震 大家很震撼 那2010年因为 这个物价一直在涨 台湾这个也面临了 很高的物价涨 大陆更是 大陆因为人币不断的升值 整个人工土地也在升值 薪资也在涨 所以整个物价也在涨 所以那时候两岸都选出了 涨字 今年我们选出这个转字 当然其实物价还一直在涨 只是说不能再选同样的字 那我们今年选了转字 当这里有转 从书恩解释上来讲 它是一个旋动 也就是旋转的动 旋动 那它其实这更进一步的解释 是调整位置和方向的改变 也就是说在新的一年 两岸关系其实现在面临的都要转变 都要转动 如果现在已经不可能不动了 因为这次九合一大选 包括年初的太阳花雪印 那还有这个两岸关系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九合一大选之后 大家都要做调整和转变 这一头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特别是方向 方向要做调整 那这个转的意义 那在两岸关系上 就是很明确的呈现出来 当两岸的社会经济还有政治的发展 个别也都在调整 中国大陆现在就要强调了依法治国 那18届始终全会之后 在之前的这个反贪反腐的行动中 中国大陆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要进一步的亲民 那台湾这边我们也看到 现在台湾希望能够失业率能够减低 能够经济发展的比较好 能够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个调整和转变 那整个社会层面上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新的这个政治环境中 民进党要怎么样去转变 那国民党要怎么样去转变 国民党要选出新的主席 马总统不再兼党主席了 那国民党也要转变 这个两岸红蓝绿都在调整转变 社会也在寻求一个转变 所以今年这个转制获得青蓝 是 所以两岸关系外如何转变 还有两岸交流会有哪些转变 我们值得继续来关注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 旺报总编辑王挫中王总编辑 针对相议题我们做深入平息 非常谢谢总编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